那在分享今天的心意之前呢 先来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天呢 有一个男孩呢 他在公园里 一眼就看见了一个 令他心动的女孩 而这个女孩呢 正在滑着手机 于是这个男孩想着 靠着我帅气的脸庞 以及我非常会讲的情话 我要来跟他搭讪 我相信会有个美好的事要成就的 于是他就走进到 那个女孩的身旁 跟那个女孩说 你好小姐 我想要问路 于是呢 那小姐就默默地从那个 那女孩就默默地从她的手机 那边抬起头来说 好啊 那你要去哪里 请问你要是 请问你要去哪里 然后于是呢 这男孩再一次地 像那个什么花轮这样 甩下头发说 我要去你心里 那么女孩呢 这时候就微笑了 看着她坚定地等下说 说什么你知道吗 你猜一下 好 也可以是啦 但其实她的重点 她是在讲到 那个我的PPT没有放出来 我无法按下一张 稍等一下哦 因为我这也是 对啦 对啦 这样就对了 因为我这样没办法说我的正确答案 答案就是呢 来 此度不同 他就直接地明白地拒绝这位男孩 那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 就让大家前面先幽默一下啦 那此度不同呢 因为我们刚 信息里面今天是要提到说 神是我们的开路者嘛 但我们的人生常常被比喻成一个道路 不要说是人生 我们的工作这条道路 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情感 婚姻这条道路 我们最怕的遇到呢 就是此度不通 即便不要讲到这些路 你平常在开车骑机车 只要遇到此度不通 心情大部分都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她打乱了我原本的计划 会增加我的时间 甚至最尴尬的 像我这个路痴 一遇到一个此度不通的时候 我就会僵在那里了 因为我只有一条路 one way啊 我没有two way 我就要开始滑手机 然后滑完手机之后 更尴尬的是 看不懂Google Map 因为我有左右分不清的问题 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人 照理说 我后来就理解了 后来 我真的我觉得真的太好笑了 有一次 我又在自我旋转的时候 大鹏牧师就在我旁边说 你是不知道Google Map 可以自己旋转吗 因为她就看到我 看到Google Map之后 我才也这样 然后这样 然后于是她就 直接帮我旋转 说你这样看 看懂了没 我看懂了 大概在今年年前 才开始学习这件事 我觉得我真心也蛮好笑的 所以呢 此路不通这件事呢 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不舒服的 甚至是觉得 那怎么办 特别在人生 遇到此路不通的时候 会带给我们许多的挫折 迷茫 甚至我们就不想认真的 我们就不想努力了 我们开始对生命 没有热情 因为反正怎么努力 怎么走 我都不知道 我可能不知道 往哪里去以外 或者我就算知道了 但我走不到那里去 那我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也是现在这个世代 这个环境 常常带给我们 很多的一些挫折和负面 当然这些挫折负面 可能也有来自于 我们自己内心的障碍 所以现在就出现了 很多的名词 比如说物世代 上文化 全抛世代 这一类的都在 特别在年轻人的当中 像物世代是日本的一个名词 在他们的泡沫经济之后 日本的这些年轻人觉得 经济不好 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爱去日本玩 对不对 因为这比贬值 我们的快乐 其实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我这样讲 是不是叫大家不要出去 也没有 但是你要理解 对他们来说 他们是充满了压力和负担的 于是他们就顿悟了一个道理 简单 那就不要有任何的欲望 不要有任何的想要 干脆连结婚 谈恋爱都不要 因为谈恋爱很花钱 那这些干脆都不要 甚至就在家啃老 这是最棒的 所以他们就物世代 那韩国更甚 韩国它所出现的名词叫全抛 我也是在查的时候才发现 全抛 什么叫做全抛 你物世代我还想 可是顿悟 那全抛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就是全部都抛弃 甚至可以连生命都抛弃 这代表着因为太过的负面 太过的压抑 以及让他们觉得我 对生命没有热情了 我连担当活着都不肯 所以他连生命都抛弃 所以韩国的自杀率 一直在全世界来说 都是居高不下的 而我们当然可以常听见的 躺平主义啊 艳世代啊 那不要说年轻人 其实在我们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也都有 这样的心在里头 我们可能不一定是对我们的人生 整个道路是这样的一个 可是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挫折 或不通的地方 有些人是对工作抱持着 这样的 可能一种消极的心态 因为他在工作上面一直挫折 有些人可能是在他的情感和婚姻里面 他觉得 反正我应该不被爱 我没有 我都走不通 我常常都觉得很坎坷 于是我不再拥抱 相信 美好可以发生在我当中 有些人可能是在亲子教养的里面 有些人可能在各样的事物 当然有些人可能最基本的 我对我的未来迷茫 以至于我不知道怎么做 那干脆我就都不要做 这是我们很常 看见我们周围的人 甚至我们自己 甚至有人现在 也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而今天提到神是开路者 就是要帮助我们 怎么在这当中 去看见出路 怎么在这当中 可以来与神同行 所以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先看见的是 有些人不是没路走 是他迷路了 他不知道他该往哪里去 所以就会产生这种消极 就会产生这种 觉得我不想起来 就是 就像 那一天我们 刚刚大鹏牧师在提到说 我们在讨论说 我们传福音啊 我们要 过去可能 过去可能 IM很多时候 每次受洗都 哇 一排人 有许多人真的是 带着朋友 然后自己去经历神 然后就渴望周围的人 都能相信 所以可能每次受洗 都是十几 二十三十四十 甚至到五十 但现在对我们来说 就是很少 甚至有时候一个两个 甚至有时候没有 那牧师就带着我们分享说 那对你 你来说 你为什么传福音减弱啦 然后为什么 觉得大家不再传 那后来说 我们没有不想传 大家就开始在讲 我们没有 呃 我们也想传地 啊当然有可能 有时候是基督徒久了 周围已经被我们 那个传得差不多了 那可能需要去扩展 那另外一个 其实也是我们生命中 很长的经历是 也许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 自己很低落的一个状况里面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不太清楚 该怎么样去帮助我们 应该是说 我没有动力 我对很多事情 我都没有动力 我只能维持现状 不要改变是最好 我只能稍微推一下 停一下 我产生不了对生命 以及对我现在 所做的事的热情 那这是可能很普遍 发生在 连我自己有时候 的生命也会走到一种 很迷茫的一个状态 我知道这个要做 我可能知道要那个做 可是 我好像 有点不太确定 我知道目标在哪里 可是我在整个 在走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目标明明在那 那我以为 我只会要走 走左边或走右边会到 但怎么走都走不到的时候 我也会陷入在一个 迷茫的困境里 久了也会挫折 就会无力 所以我们 要回到 主的面前 当我们迷路的时候 在这里提到 我们都会有可能 有迷路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而这时候我们就可能 会让 许多周围的人事物 来定义我们 当我开始觉得 迷路的时候 如果我不是先来找神 如果我 持续倚靠 很多的人事物 我就会靠着这个环境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第一个容易让我们迷茫 迷路的就是 我未来该做些什么 这时候很多时候 我们是不认识神的状态 可能有些人 那我恩典我有 所以我在 这过程当中 一直都有神的陪伴 可是大部分 我周围的同学都会 我就会问他们说 你为什么要读这个 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不知道 我爸妈说 这个现在比较赚钱 这个以后 以后可以养全家 或者谁说 他们觉得我怎样 或者我 甚至也可能觉得说 好像大家都在做这件事 那我也做这个 但是如果这真的 不是从你里面出来的 或者你是让别人来定义你的 你在很多时刻 你都会成为那迷路的那一位 而这些的挫折和压力 也会使你之后 无法再往前走 我们先来念这段经文 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念情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在这里提到说 凡接待他的 信他名的 指的就是 在座的我们每一位 神赐我们权柄 让我们做神的儿女 所以你现在清楚知道 你有一个身份 就是神的 对 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当我们有时候 觉得无力软弱 在我们面对前面的道路 不管是工作 不管是关系 不管是任何一个 你觉得有点迷茫的时候 你没有方向的时候 先记得 不要太快地去寻找 这世界的价值是什么 或者周围的人在想什么 而是回到神的面前 清楚记得一件事情 你已经有一个 全新的身份了 因为当你从外面 来找寻的时候 你也常常会卡在 别人对你的 过去的经验 或者对你自己的 一个看法 而如果你过去 有很多一些 失败的经历 一些的挫折 你可能还是会拿着 这些错误的期待 错误的来定义 你未来的道路 或者是你现在的 一个处境 但是当你回到 神的面前 你先确定一下 我是神的儿女 你让神来定义你 你让神 从祂的眼光 来看清楚你自己 你才会有一个 正确选择道路 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智慧 刚提到了 这里就说 我们是神的儿女 就是因为你清楚知道 所以你不会把选择权 放在其他人的身上 你越认识你自己 你越知道 你要去哪里 你就会更加清楚知道 你要去哪里 那个迷路就不会了 因为你已经有目标了 你已经有方向了 你会就很清楚知道 我要去到那边 但是就算你知道了 现在 第一个我们要先面对的是 如果有人 你正在某一些的 道路当中 你呈现一种迷路的状况 你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你正在寻求很多的意见 我当然鼓励你 回到神的面前 因为你有个全新的身份 你是神的儿女 让神来定义你 但我们知道了路了之后 我们知道目标的时候 竟然要说神是开路者 为什么要祂是开路者呢 因为即便你知道的目标 你知道的方向 在这条道路当中 仍然会有许多的障碍 而障碍 常常就会让我们觉得 我们无路可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经文 以赛亚书第43章 我们一起来念情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这段经文很多人都很喜欢 特别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总会用这段经文 来宣告说 主啊 你是在旷野开道路 你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 也回应了我们今天信息 神是开路者嘛 可是请大家看一下 上面的经文 他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要看啊 我要做新事 他把这些人的焦点转向 你不要再纪念你的过去 你不要再纪念你的 从前到底发生什么 你来看我 我要为你做新事 是开道路 是在旷野开道路 是在沙漠开江河 当我们认识了自己的身份 我们开始学习与神同行了 好像我们开始在一个新的路程里头 人生的路程 新的工作目标 甚至建立了新的关系 但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在走不管哪一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 总是都会有困难的 有障碍的 这大家同意吗 没有一帆风顺这件事嘛 而且讲真的 如果一帆风顺 还真心挺无聊的 如果我现在来讲一个童话 大家很多人喜欢看故事 也很喜欢听故事嘛 因为它总是充满了高愁起伏 而虽然童话故事最后都会说 从此公主与王子 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如果把前面也变成这样 我相信 没有人想看童话故事 而前面是这样 比如说 在很久很前出生的一个 可爱的小女孩 她在皇宫里长大 长得漂亮 眼睛大大 爸妈很好 兄弟姐妹相爱 她每天都去走到外面 跟每个人打招呼 她的世界充满了一片和平与喜乐 接下来她就长大了 然后嫁给一个很棒的王子 然后他们呢 就好好的管理这国家 然后最后呢 他们就也一起老去 然后但是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就非常平顺啊 这是谁要看这故事 你会想看这故事吗 你会花钱想要去电影院看这种 充满没有高潮 人生没有办法一帆风顺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这跟我们有没有认识神 都没有关系 不是说你认识神 你人生就一帆风顺了 我们跟神最大的一个祝福 就是你在门生的每一条道路当中 你很清楚知道 你的主是谁 而且谁在引领你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祝福 我们跟其他一样 即便我们认识神了 我们的每一个 我刚刚所说的 不管你是人生道路 情感道路 工作 目标 没有一件事 是一帆风顺的 都会有障碍 但这些障碍 常常很多时候 其实它也是一个祝福 那个祝福 正在训练我们 正在帮助我们 来磨碎我们 那很多人遇到障碍 就会觉得无路 所以用这段经文 祝福大家 不 你只要转眼向神 神 祂要为你 开一条道路 但你需要做一件事情 不要纪念从前的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 我们太多时候遇到障碍 会用我们过去的经验 或者别人过去成功的经验 或者是我会把我的挫折 成为我无法往前 的这个借口 或者我过去的伤害 我为了害怕 惧怕大过于所有一切 使你无法再一次的往前 去看见神给你新的祝福 所以障碍并不等于无路 障碍是一个祝福 而且当你开始抓紧神 你会开始经历 神要来帮助你 在各样的事物 去经历到 祂是那位开道路的 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 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它也可以来这样的形容 这部电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看过 它叫做永不放弃 在Netflix上面有 在很多地方都有 它好像也是一个影片 这是一个真能真实改编的 这一个人呢 他是马拉松的长永进入 记录保持人 叫戴安娜 戴安娜奈德 那他呢 在他18、19岁 他从小就很喜欢游泳 他有一个奥运的梦想 但后来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 他的奥运梦就睡了 那睡了之后呢 他其实还是有那个热情在 那在他大学之后 也再次有人的帮助里头 他恢复了对这个 这个游泳的一个热情 那他开始改变 他不是只是游泳 他是马拉松长永 这不是一种比赛 他是一种自我的挑战 他很享受在游泳里面 他很享受在这样的一个突破 然后呢 他那时候在他18、19、28岁 他就开始做这些的事情 那所谓的马拉松长永 他所完成的创举游 在他18到28的时候 有第一个 环绕曼哈顿 总共花了7个小时 57分钟 我要先讲所谓的马拉松长永 其实就跟我马拉松跑步是一样的 所以即便他在游泳 即便他过了好几个小时 意思就是他吃喝拉沙 所以都在水里面 大家先体会一下 吃喝拉沙 所以都在水里面 OK 而且他们所谓的这种长永 不是游泳池的这种 他就是游开放式的水域 所以他会有遇到 有毒性的水母 或者可能也会有鲨鱼的危险 但他们是会有团队在旁边的 所以他们会做好很多 缜密的保护 以及一些 但还是充满了危险 但你可能听起来7小时 觉得 哦 好 接下来 巴哈马到佛罗里达 这是他第二创举 是27小时 38分钟 他在水里待了27小时 已经过了一天 那是不是会有人好奇 那睡觉怎么办 就去船上睡 No 没有啊 就漂浮嘛 如果你会游泳的话 你应该知道什么是仰视吧 就自己躺 没有浮法哦 就自己 没有人可以碰他 因为如果只要一旦有东西 碰到他 有人碰到他 那么 就不是他独立完成 那个马拉松的 长永的资格就会被取消 所以我后来 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影片会不会做到 他到底怎么睡觉 后来有耶 他就这样 漂浮着睡 我觉得他真的 非常的自由地 敞扬在那水里面 接下来他又有一个 更想要挑战的 那时候他真的是 年轻力生的时候 他预计要挑 他要挑战从古巴 到佛罗里达 总共60个小时 大家可以想象 60个小时是几天啊 两天 两天多 两天半 哇塞 而且后来我发现 他们就是那种油太养肠的时候 他还会出现幻觉 因为那个影片里面就写到 他油油到一半说 大家 因为他旁边有团队嘛 要看他安全 大家快跟我油 下面有太极马哈林 然后他就呈现出一种 好像嗑了药这样 然后就开始漂浮这样 然后旁边还跟他说 醒醒快油 因为他们还要测量水流 有时候你如果太腻着 腻着那个洋流的话 他会油得非常的辛苦 会增加他的整个距离 反正他那时候就满心的串举 反正竟然从7小时了 到27小时了 接下来没有人挑战的这一段 我要去挑战 在他28岁那一年 就是充满了信心的走到 因为是他梦想之路 结果没想到 因为有天气的因素 有任何的因素 他没有挑战成功 而这一个没有挑战成功 也使他的梦想无法再往前了 因为第一个没有资源了 第二个他那时候 自己也觉得体力到了一个部分 还有再来很多人都在告诉他 不可能 这个就是一个障碍 没有人类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这太难了 于是呢 他就开始做起了体育主播 那60岁生日那一天 然后就做了很多 很知名 60岁那一天呢 他在整理他妈妈遗物的时候 然后发现了 他妈妈收藏了一个美国诗人的 一个诗 他写说 人只有一生 是珍贵且狂野的 突然间他内心再次被点燃 他想说 我有一个梦想 没有完成 于是他开始兴奋的 再把他从前的团队找来 然后跟他说 大家刚刚有记得 我刚刚说他过我几岁的生日 60岁 如果今天 你周围有60岁的 你妈也好 阿姨也好 就算他以前有游泳 他现在跟你说 他要来做这件事 你会跟他讲什么 去买菜 不可能 你想太多 因为那个是会有生命攸关的问题 因为他也可能游游到一半 其实在那影片里面是非常精彩 我这边就稍微 也没有要特别剧透 真的非常非常多的困难 但他内心 不觉得障碍就等于无路 他总是学习要试一下 因为他从他妈妈的那个诗里面 他看见 他就如果 我只有一生 那神赐给我们只有一生 是珍贵的 是狂野的 于是他就真的去做这件事 那后来到我们姑且 不论有多少的困难难处 他也为自己做好了 很多很多预备 六十岁 重新的在 其实他应该本来就有健身 因为他看起来蛮费的 但是他就继续继续努力 因为这需要耗大很大的体力 终于 这一步 因为他是真人真事 他在他六十四岁那一年 花了五十三个小时 完成了这件事 这是他影片五十三岁 六十四三岁的样子 但是他是有真人 这个是真人 这个是真的人 他长这样 因为后来 因为这件事情 他就可以跟很多人分享 关于坚持啊 还有关于团队啊 因为在这件事上 有很多的学习 带给很多人一些的启发 特别 其实在他挑战这些创举的时候 他后来六十四岁挑战 前面也开始有些年轻人在挑战 因为他开始说 他做这件事的时候 也被其他一些 马拉松常用的年轻人听见了 他们也做这件事 但他们失败了 然后他们失败之后 都想说我们不会再 因为这真的没有人可以完成 真的没有 他们的障碍等于没有路 可是接下来他的成功 带给许多人有信心 有盼望 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里 那即便只是这样 就能带给人经历和盼望 更何况我们有一位 开道路的神呢 而且即便他六十四岁了 他都没有在担心他没路 或者他没有在担心 他的人生只有这样 所以从刚刚的 有些人觉得无力是因为迷路 有些人觉得无力 现在软烂 是因为觉得没有路有障碍 但透过他的故事 也透过神 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就在一个障碍里头 甚至你真的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也看似无路 不要忘记了这段经文 所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 也许过去真的会让你觉得 就这样了 我也只能这样了 但你不只有个新的身份以外 你是属神的儿女 你还有一位不断带领你的神 他告诉你说 你岂不知我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而且每一个障碍带给我们的 其实是一个人生的祝福 帮助我们锻炼我们的心性 这个障碍也更让我们看见 之后甜美的果实 这五十三小时 当他到岸的时候 超级多人围绕在那 他有拍那个现场当时的状况 他不只是自己完成这件事 周围的人也因此而被激励 而被点燃 说我的人生也不止于如此 如果他六十四岁能追梦 那我二十岁当然能追梦 我三十岁四十岁 我仍然能走进 神所赐给我那丰盛的道路 即便很多人都告诉我 不可能 即便很多人都告诉我说 放弃了 比较简单 但他用真实的生命故事 告诉我们 没有 他走在神的道路里面 而我们的人生旅程呢 我必须说 它就是一个旅程嘛 刚刚那个信仰的道路 也是一个信仰的旅程 刚刚大家也同意一件事是 它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他不可能没有遭遇任何的障碍的 那所以我们第二 最后一个我们要来看的就是 这是一个旅程没有错 你现在正在经营的关系 也是一个旅程没有错 那他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一件事 他是会受苦的 他是会有受苦的意念在这当中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情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 这里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既然是个旅程 我们就不是永远都是如此 他是一个暂时的 是客旅的 是寄居的 那若 我们只有这短暂的一生 他只是一个暂时的 那刚刚那个诗人是说什么 是珍贵且狂野的 那如果只有这短暂一生 那痛苦 受苦 是不是也是暂时的 不要试着去逃避 也不要试着觉得说 我赶快地挪走 在彼得前书二章的 第四章那里还更提到一个 他说 我们基督徒当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 你如何来看待受苦 就是等于你遇到障碍 或者遇到这些过去 可能就在这过程当中 你受了伤害 然后你有一些的挫折 负面的经历 你如何把它最后转换成兵器 是能来成为 不能说是对付 而是能来拿着 在你人生的旅程当中 让它成为一个祝福的 不是一个绊脚石 而是一个垫脚石 这就是我们认识神 可以做的一个最美好的转换 过去的人可能遇到这件事 只想要赶快地规避风险 就是有一些 有些不是在做那种保险经济的人 就是说 帮你把所有的风险拿掉 然后过去做所有的失败经历 然后我们都移走 但即便如此 人生本来就是有风险 就是不可能 就照你所想的平顺 但是遇到了 我们怎么样转化它 那才是我们生命中 最重要可以依靠神 而得到的一个美好祝福 然后这呢 又在光乎我看到的 另外一个小故事 也不是故事 它也是一个蛮大的故事 我先讲 我个人很喜欢看影片 因为我常常在影片当中 可能我从小到大 我会透过这些 我喜欢看那个 但我先说 我喜欢看的是那个 真人传记 我的障碍就是 我有那个口条 发音上的问题 真人传记 我透过他们的生命故事 里头去有一些的学习 所以我每次看电影的时候 我也都会跟神说 主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在看的过程里头 有什么是你要给我的 那我很鼓励大家 我们常常都说 我们渴望被神来引导 神帮助我们 我们有个全新的身份 我们是属神的 那你就得学习 在每一件事上 神不是只有出现在教会里 不是只有出现在 你的灵修和祷告当中 在电影院 祂也一样与你同在 在你做任何事物的时候 神可以透过任何万物 你喜欢爬山 神就透过大自然对你说话 你喜欢跟动物在一起 神也会透过 这些动物的习信 祂所创造的 来向你写明祂的旨意 这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你心中有神 你心中时常的寻求和祷告 你都能看见 所以呢我刚好在 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又刚好看到了另外一部电影 我就发现了真的 什么叫做以受苦为一个兵器 可是它最后却成为一个祝福 这也是一个真人的影片改编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叫做王者理查 那个重点呢 其实那里面的这两个小女孩 其实才是大家都 美国人都很知道的 因为他们是网球界的天后 两个都有拿过 他们是姐妹 然后都有拿过世界冠军 你要培养出一个世界冠军 不容易了 他还培养出两个 但是这一部影片的重点 是在他老爸身上 所以他才叫王者理查 这个老爸到底怎么训练出 这两个孩子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因为他有网球队 他一定可能是网球员的背景 然后他们家有钱 网球蛮烧钱的 如果你们有在接触的话 是烧钱的 那他那个年代呢 更不只是烧钱的问题 那他那个年代呢 他们崛起是在90年代 那个时候的美国 都只有白人才会玩这个网球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很贵 你需要有支援 而且他们也 能然那个年代还是 有种族歧视的一些的问题 有一些他们对于这些黑人 不是很友善的对待 这个爸爸其实就在充满歧视 跟一些错误的对待中成长的 是很受苦的 他曾经讲过他一个例子 因为他们也住在黑人区 而那个区域其实在 他们那个地方 是一个最大的贫民窟 所以你只要说你是那个区域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 现在如果你跟人家说 请问你住哪里 信义区 不一样哦 信义区耶 淡黄区耶 就是这样的概念 但他们可能是 那个区域讲出来 就是充满了流氓 帮派 然后各样不OK的事情 因为对他们说 他们所住的那个区域 就是一个最大的贫民窟 那爸爸的成长背景 就是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贫穷 以及歧视的过程里头 他讲说有一次 他爸爸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白人叔叔交代他爸爸 拿一个什么东西给他这样 那时候他们是有一些的 隔阂的白人跟黑人是 爸爸自己不敢拿给那个人 他就想说 你把这个钥匙拿去给那个叔叔 那个叔叔说他要这个 我说哦哦哦哦 好 结果呢他就去拿 拿这个东西去给那个叔叔 就他不小心碰到那个叔叔 接下来就被一群白人叔叔 殴打在地 你凭什么碰我 在那个被歧视的年代 他们是不被公平对待的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不断地被教导 你是贫穷的 你没有身份 你是很低落的 你是很怎样 所以当他 有这些过去受苦的经历的时候 他有孩子的时候 应该也要这样子教导孩子 可是他里面是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心态 他也是都带孩子们 在教会里成长 他相信一件事情 不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不应该只是这样 所以他很坚持地 在一个充满着 连他自己的社区里头 当他开始在教导 他孩子好好读书 或者开始在教他们 打网球的时候 甚至被他自己的同胞 朝下跟欺负 就说你们在干嘛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不用啦 不要让你女儿读书了 跟我们出去玩啊 干嘛 甚至也被欺负 他坚持做对的事 他坚持要帮助 让孩子们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 但是这个部分 连他的社区都不一定能接纳他 但是他从没有把这些受苦的经历 化成他没有办法往前的一个借口 如果你看这一个纪录片 还有真实他跟一些人对谈的时候 我真心觉得他真的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他在帮他的孩子 他孩子一出生没多久 他就 其实在他脑子里就有个计划 他为他的两个女儿 写了一个长达七十几页 还八十几页的计划 关于要怎么样栽培他们 成为一个完全选手 没有资源 他们的球 他们没有球场 没有钱 什么都没有 那爸爸会一点网球 但根本不能称为什么一个网球教练 所以当他从四岁五岁 开始栽培他们的时候 不论风雨无阻 他也帮助他的孩子们 他不是要虐待他们 他是说 我们今天要成功 我们今天要往你想要去 他们孩子也刚好喜欢打网球 我要先讲 因为最近出现了一个文章 就是有些 什么一个孩子 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 大家就开始说 你们虐待小孩 我们姑且 因为我真的不认识那些孩子 但我这样看起来 我就觉得我好希望他可以放松一点 但若让孩子喜欢呢 你也不能否认 真的有一些孩子 他们其实蛮喜欢被 可能因为你赋予他这个 这个他所喜欢的事 他是愿意花很多时间 是在这当中的 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影片 像现在很流行街舞 我不乏看到三岁四岁五岁的孩子 超会跳街舞的 那你要这样说 你也觉得爸妈虐待他 这么小 他这样滚来滚去 会不会凹的 人家小孩就爱跳 这是他 他觉得他里面有的 那我们先从影片看来啦 看是如此 后来这个 他们两个接受访问的时候 也是他们很爱网球 所以四岁五岁就开始训练 下雨了 他们预备 总是你要往前走 你不肯不付上任何代价 然后他们就这样练 那到了一个时段的时候 到了一个时间 他们还是要请教练的 然后这时候这个爸爸 我就说他哪来自信 就拿着他的 他就开始去探查 他有听过有个教练 住在哪一区 然后很有名 他就直接闯过去 带着两个孩子就过去了 然后还预备着他那七十五夜的 那个报告 讲说他的女儿 多么有可能 他给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那接下来他们就会进军 什么网谈 然后就会得到世界冠军 就是在他可能五六岁 几岁的时候 他就这样写了 写完之后呢 一找到那个教练 一冲进去说 你好我是谁谁谁 来你看一下我的那个计划 然后这两位 我跟您介绍一下 这是未来的那个 网球的世界冠军在这里 然后其实所有人都被他 超懵的耶 想说你是有什么 那个精神问题 他说妹妹 你看他们打 你相信 你看他们 他的训练 他的各方面 他都相信一件事情是 也许过去所有的人 当然如果今天 你是这个爸爸的朋友 你们又在这样的背景文化里面长大 然后他还要去 白人的社区里面 去找教练的时候 可能 你也会像刚刚那个 遇到那个大神阿姨的时候 叫他去买菜 没有你可能叫他回家 睡比较快 因为过去的经历 都是不OK的 是失败的 是挫折的 甚至可能是羞辱的 但他从来 这个爸爸 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从来没有在问任何人的耶 他就是一个 我相信 好我祷告完了 OK 我就去做 因为这是在他里面的一个确信 所以在这样一路 一样啦 遭遇了很多的困难和挫折 但是我在这边看见的是 他过去的受苦 全部都成为他的一个祝福 怎么说 他在帮助他的孩子 告诉他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不只是运动的基础以外 特别在心里的一个操练 他们的确 他的孩子跟他一样 也会在一个备受歧视 和各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成长 但是他总告诉爸爸说 不要被这些挫折 不要让这些就影响你 然后你就可以自怨自哀 你要相信你是很棒的一样 这些挫折也让你要去更懂得去 祝福别人 去关心别人 并且不会自高自傲 所以后来这两个女孩 真的成功了 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 他们就一路一路往上打 在那个时候还只有白人的网球选手的时候 他们是非常突兀的 而当他们开始打身杖的时候 爸爸也总是不断地提醒他们 不要忘记你过去所受的苦的这些 不是要他们不能 不是要一直把他们往后拉 或者传递负面给他们 是爸爸要提醒他们 这是你的兵器哦 你不要安逸了 你不要忘记了 你不要骄傲了 你仍然要谦卑 而这些真的就成为兵器来祝福他们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们成功的时候 但网球界也不是只有他们两个 还有其他人 那个新闻里面就很常报道 那些年轻的 求后啊 或者求王啊 吸毒啦 然后可能 有钱了之后就 安逸挥霍啦 然后很多的负面新闻 但这两个女孩始终没有 他们很坚定地往前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过去所领受的 所受的是什么 而爸爸就持续地带领他们 然后一直到 一直到他们都得了世界冠军 然后所以这才有这部故事 和这部传记的一个留下 那我要提醒的是 刚刚提到的就是 我们都在一个旅程里面 我们可能会有迷茫的时刻 我们需要神的引领 我们可能会有遇到障碍的时候 但我们不要断然地 就说我们没有路 我们要相信有神与我们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突破那个困难 神会给你越过困难的能力 而第三 有困难是正常的 但你过去的失败 你过去的这一些经历 能不能转化成一个祝福 而不是成为一个借口 或者让你无法往前 我知道有时候恐惧会很大 不想要再一次 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也很常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是 我比较负面 我也容易忧郁 所以当面对到一个挑战的时候 总会有过去的失败和错误的经历 会告诉我说 小米 不要踏出去 不要改变 不要妄想你会成功 就是一些负面的经历在我的里面 我害怕到 我常常会觉得我就这样 当然我们身为一个传道人 或者我们总会用其他很多东西来演示一下 说这可能不是神的心意哦 我决定换个方向啊 什么 这有时候也是会有的啦 我就会告诉自己 给自己一个合理化 但其实内心最大的是 我在面对我的恐惧 我害怕再一次again 但是当我如果不去面对和挑战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会奸奸地 对于你的人生道路 你不再有期待 你不再有热情 不管你是在哪里卡关 一旦你选择放弃 不去面对 或者是你就让它直接尺度不通 你以为没有关系 你以为没有差别 但它会让你的生命渐渐地走向 没有热情 那你也可以说 那我生命就这样啊 我不要有热情啊 没有关系 但我们只有短暂的一生 你可以让这段旅程 最后 我先 那天我们在讨论信息的时候 牧师他讲出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 他觉得他非常圣灵的启示 那我也用这句话来祝福一下大家 他说 我们都在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 旅程也许会受苦 旅程不一定都是一帆风顺的嘛 但是我们的终点绝对是美好的 人是神的都知道我们终点在哪 对吗 我们要基于神在一起 而这些所经历的 这沿路的风景呢 其实所要带给我们的 既然终点是美好的 不管你受苦与否 你这沿途的风景 其实都是你美好幸福的回忆 可是当你越来越多 你选择限制你自己 因为那些的惧怕 一些那些错误 或者你就暂停了 你说主啊 我有祷告你 可是我没有看到路 你就选择了暂停了 你不再去面对了 你就让你自己停在这里的时候 你会开始发现 你不再拥抱那个热情的 你不再拥抱生命了 你就会觉得我只要这样就好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评断 这是你们的人生 我们没有办法评断 但你真的觉得这样就好吗 那神在我们生命创造意义 会不会有点太浪费了 因为你绝对不可能这样就好 小到八不只是你的生命 大到你的生命 神是要让你带来祝福的 所以你绝对不能这样就好 你绝对不能只让自己停在这里 我知道会恐惧 我知道会迷茫 我知道有时候去撞那个石头的时候 很痛苦 而且撞啊撞啊 还不知道撞到什么时候 那个石头始终挡在那里 没有变小还变大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 你不是一个人 你更有一位神可以依靠 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没有人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请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主甚至跟你说 我就是道路了 你找不到路没关系 我是道路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儿女们 你不是只是走你自己的路 我更让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 你跟神是不是同路人 你有没有走在神给你的路上 怎么找 怎么做 抓紧神 祷告神 也许你会觉得 这非常的老生常谈 对啊 我当然是要祷告 我祷告就没有什么啊 我祷告就不知道听到哪里去 那就表示什么呢 你需要更多的去学习 在祷告这件事上 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来祷告去经你的神 因为你的神乐意跟你说话 不然为什么 我们要办读经 我们要大家一起聚会 我们要有祷告会 每个月我们的第四个礼拜三 第四周的礼拜三 我们都有祷告会 你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一个学习 大家一起的学习和经历 你才有可能在祷告当中 你会越来越 因为很多我们分享的重点就是 我知道要祷告 当然我今天坐在这里 只要我人生每个卡关 我就倚靠神 然后神都会有帮助 但我没有经历到 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 有吧 别人祷告有经历 我祷告没经历 别人祷告困难被挪走 我祷告困难被挪大 变大 有这样经历的吗 我有 我很常有 但我就是在这样一步一步里面 更加的抓紧神 去慢慢的听见神的带领 和看见神的引导 但如果你平常都不祷告 你也不问 然后你对圣经也不熟悉 身为一个神的儿女 然后你什么都不做 那 然后可能有时候 还有一些人就是期待的 像我们会后都会有人来帮我们祷告 等一下他祷告就发神功 然后我就直接这样 我们这也不是神棍地方好不好 如果我们要靠这个赚钱 也不是啊 这是你的人生耶 你怎么又操控在别人的手上呢 回到主的面前来 如果你觉得你祷告 有些不懂的 问你的小家人 或者 问一些你认识的一些的属灵长者 但你要开始学习 真的在祷告 真的在寻求 否则信息 我常常说 信息 所有的这些文字 它都可以成为你的一个知识 但它永远进不到你的这里 它进不到你的心里 它进不到你的心里 你也不会行出来 然后最后就会化成一缕青烟 从你的身旁消逝而过 而当你遇到你生命的难处的时候 就继续的卡关 然后最后你有可能 经历到一件事就是 啊 因为它卡关了 所以这个神应该是假的 我要去拜另外一个 比较厉害的神 No 你只是在陷入 另外一个网罗里面而已 所以帮助我们 最大的一个学习和体会是 既然神已经说 祂是道路和真理的生命 你在你生命的卡关当中 你在你 不管哪一条道路的里面 你无路了 你不知道路了 今天我们愿不愿 一起来向神祷告说 主 我回到你面前 我与你成为同路人 你引导我 不要让过去 不要让别人 不要让这些错误和失败 都影响我 去拥抱 你所给我美好的生命 我说美好的生命 不代表说 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不知道你人生有多苦 你现在真的遇到了 一个很大的难处 我就算知道了 我也没办法帮助你 但是我起初 我非常的相信一件事就是 神起初 神乐意给我们的生命 不是长这样的 这些可能 在这个苦境里面 可能包含着我自己的错误 可能包含着人的罪 可能包含着大环境 但就是因为我们认识神 所以我们可以靠着神 去重新的 去领受 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所有人都可能 在一个受苦的 一个旅程当中 但我们却能 依靠神 去走出一条 不一样的道路 神乐意 祝福你 美好的生命 神乐意 带领你 走出你现在的困局 神乐意 看见你 领受那个丰盛 就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来了 是要教养得生命 并且得的 更丰盛 但我们需要的是 与他一同行 依靠他 神早就预备了 当我们的心态 预备好的时候 神是会开路的 神是会为那些预备好 有决心的人 来开道路 我不知道现在 有没有人 你正在一个 迷路的一个状态里面 等一下我们可以 一起来祷告 或者有些 你正在一些的 关系当中卡住了 因为过去失败 错误的经历 让你觉得 我要不要这样就好 或者重新不敢 再思想 或者有些人 你知道你的目标 和方向了 但现在就是有个障碍 拦阻在前面 你也努力了很久 该放弃吗 那如果不放弃 我已经没有招了 我已经不知道 该怎么办 那我们今天都一起来向神 来仰望 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你的神 是你的 不是自我的 是你的 就像刚刚说 我们都有一个新的身份 我们是神的 我们是神的 对你自己说 我是神的儿女 你既然是神的儿女 他岂不将一切的美好 向你来彰显 可他需要的是 你向他来仰望 他需要的是 你愿不愿意 跟他一同行 或者邀请他 跟你一同行 如果你仍然选择 用自己的方法 选择用这世界的 或者你被你过去的事物 所困住了 今天我们都来向主说 主 我放下这一切 只有一件事 就是单单的仰望你 让你存活的力量 让你存活的帮助 让你存活的依靠 我们一起闭起眼睛 我们先有个祷告 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就可以了 再一次的 来到主面前 向主说 主 我邀请你成为 我生命中的主 我把我人生的 每一条道路 不管是人生路 工作 我的财富 我的情感 我的所有一切 交在你手中 我邀请你 与我同行 我愿意 跟随你的引导 让你在我的生命里 我们先用这样一个祷告好吗 我们先一起开口来向主 很像是一个决志的祷告 再次邀请神 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祷告 请 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来仰望 主 我总要重新回到你的面前 向你说 主 我是你的儿女 我是你的儿女 宣告我们新的身份 我们是神的儿女 宣告主 你是我们的主和王 宣告你在我们的生命里 与我们同在同行 祝你孩子的祷告 祝你孩子的祷告 继续前提 祝我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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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使我成为你的儿女 祝我们赞美你 神要开道路 在跨越无路之处 虽未看见 祂已看顾 祂要为我开道路 祂使我引导 令我靠近祂怀抱 爱和力量 日日帮助 祂要开道路 祂要开道路 这首诗歌是在我20岁的那一年 我第一次听到了这样的一首诗歌 它不是一首 我可能有没唱过啦 我怕它以为是我们创作的一首歌曲 不是 它就是一首老歌 一首老的诗歌 而这首诗歌陪伴了我在很多时候 无路 我觉得无路之处 跟我觉得恐惧之时 跟我觉得迷茫的时刻 这里甚至还提到 刚刚我们唱到爱和力量 日日帮助 如果我们没有每天连接于我们的神 我们真的很多时候 都呈现出一种软弱与消极的感受 因为这世界有太多事情 会令我们感受到惧怕 或者会令我们感受到挑战 或者会更让我们觉得 我们的前方的道路到底在哪里 时局的变化 天灾人祸 这是很实际的在这当中 但我们不要被这些所挟制 所恐惧了 甚至最重要是不要被我们内心里头的 那个老的我 我们都有一个新的身份 所以等一下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鼓励你 让这首诗歌的课词 进入到里面成为一个祷告 我们要宣告一件事 今天你就要经历 不是你回去之后经历 不是你等无路了之后就在经历 今天你就要经历这位神 祂是一位开道路的主 祂要来帮助你 迷茫的 祂要指引你的方向 卡关的 遇到障碍的 神赐给力量越过 正在苦难中的 正觉得痛苦无助的 神扶持你 与你一同行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同站立 我们一来敬拜我们的神 等一下我们有些的祷告 我们来仰望我们的主 那这美好的神 今天丰盛的浇灌在我们每个里面 神要开道路 不论在任何时刻 神就是我们的道路 神要开道路 在旷野无路之处 最为看见 他已看不 他要为我开道路 他使我引导 令我靠近他怀抱 爱和力量 只是帮助 他要开道路 他要开道路 再次说 神要开道路 神要开道路 在旷野无路之处 最为看见 他已看不 他要为我开道路 他使我引导 令我靠近他怀抱 爱和力量 爱和力量 是是帮助 他要开道路 他要开道路 他必在旷野里 开道路 引领我 在沙漠中 开江河 供应我 天地将要飞去 他与花与永长存 在今日 他要做行事 神要开道路 神要开道路 在旷野无路之处 最为看见 他已看顾 他要为我开道路 他使我引导 令我靠近他怀抱 爱和力量 只是帮助 他要开道路 他要开道路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有弟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正在迷茫当中 那你向神来说 主啊 求你指引我的道路 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 让我不再听别人的声音 而是听你的声音 你来指引我前方的道路 若而你是在遇到 障碍和挫折的里面 我的过去有许多的事物 周围都在告诉你 不可能 你的失败 你的挫折 你的伤害 也在拦阻你往前走 这时候你把这些都交在 主的面前 对你向主来说 主啊 帮助我 我要重新的为你而站立 我要依靠你 我求你赐给我一个越过困难的勇气 我要突破你的障碍 我不放弃 因为这是你所赐给我的道路 有人在受苦里面的伤神来呼喊 主啊 帮助我 因为唯有你 才是那位开路者 唯有你 才是我生命的依靠 让我从现在开始 重新的再一次的依靠你 让我生命不再充满挫折 不再充满无力 因为你已救赎我的力量 好不好 我们已经开口同神来祷告 不管你在一个任何的情况里 你需要神的 你向神来仰望 向祂来祈求说 主啊 帮助我 主啊 让我的生命 尽力你的带领 主啊 我不再充满在那个沮丧 和负面的里面 主啊 我要相信 我人生的道路 我婚姻的道路 我财富的道路 我的工作 我的目标 我的梦想 主啊 重新恢复我 带来盼望 带来力量 带来重新的一个更新 在我的生命当中 请开头同神来祷告 呼全力的神 向祂来说 主啊 我需要祢 开路者 我今天就要来敬礼祢 不再思想过去 不再思想故事 而是就在此刻 重新的让祢 成为我生命的引导 帮助我 带领我 让我的生命气息 都在祢的手中 哈利路亚 主啊 我赞美你 与我同在 与我同行 主啊 求祢来充满我们 向祂来仰望 大声地向后 神来开后说主 带领我突破一切 因为祢是 那会帮助我的神 哈利路亚 主我们谢谢祢 赞美你 神要开道路 神要开道路 再往也无路之处 你相信神要为你开道路吗 只会开前太坎固 相信了再次的仰望你的神 他要为我开道路 不要让过去的错误失败 和经历沮托住了你 你要相信你要走在 神美好质疑的道路当中 爱和力量 只只能帮助 他要开道路 他要开道路 他必在荒野里开道路 引领我 在沙漠中 海江河供应我 天地将要飞去 他以花欲永长存 在心日 他要做行事 神要开道路 神要开道路 在狂野无路之处 随未看见 他以堪固 他要为我开道路 他使我引导 令我靠近他怀抱 爱和力量 日之帮助 他要开道路 他要开道路 有这位开道路的神真好 你领受了吗 你重新的经历了主吗 主从亘古 直到永远他从未改变过 每一次的祷告 每一次的剥饼 每一次的敬拜 只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一件事 神的爱永远没有改变 神的统在永远都在 因此让他不是只是一个仪式 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再一次的邀请神 住在我里面 并且对自己宣告 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属神的 我现在要邀请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 不管你在哪里受洗的 你可以拿起你的饼杯 如果你刚刚进来没有拿到 你可以举手 招待可以拿给你 不论你在哪里受洗 已经受过洗的弟兄姐妹 可以拿起你的饼杯 预备好在你的手上 如果你还没有受洗 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要祝福你 愿你快快地成为神的儿女 让神的爱真实地住在你的里面 主在被卖的那一夜 剥开饼来注谢了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每逢吃的时候都要纪念我 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是我所流的血 是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会要纪念我 当我们要领受之前 我们再一个祷告 再向主说一下话 说什么呢 祷告什么呢 就是祷告我们 宣告我们的生命 是属耶稣基督的 宣告这宝血的大能 重新浇灌我的生命 复活我的生命 因为主在两千年前为我们定死 但祂也为我们复活 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和能力 你不会只停留在 好像一个沉默的一个 你不会只停留在一个阶段和一个景况里 不 我们领靠这复活的大能 要进入到一个更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有一个祷告 像神再一次的说 主我属祢 宣告祢 可以在我的生命里面做往掌圈 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祷告 请 主啊我们谢谢祢 我们是属祢的 我们的生命在祢的手中 带领我们更深的来经历 更深的来经历祢 让祂同在 谢谢祢 谢谢祢 主我们谢谢祢 谢谢祢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使我们能得到一个更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能不再被这些 沮丧错误失落所抓住 而是可以靠着祢 有一个更新的力量 在我们最无助之时 在我们觉得困境沮丧之时 我们更要抓紧祢 因为唯有祢是道路 是真理 是生命 唯有祢是我们的盼望 当我们领受饼杯 就是领受祢的生命 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 祝我赞美祢 谢谢祢 一切荣耀归给祢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一起感恩的来领受 弟兄姐妹们请坐 之所以预备好我们的奉献 让我们对神 有一个甘心乐意喜乐的献上 主为我们献上所有一切 而我们也深知我们的生命 气息所有都来自于祂 我们也乐意奉献 看见神的祝福 看见神的丰盛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 Amen 或者你还不清楚受喜 奉献的意涵 那请你不用奉献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说主我乐意信 不只是金钱 愿意献上我自己 因为祢才是我的神 祢才是我生命的主宰 主我赞美祢 谢谢祢美好的神 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神要开道路 在跨越无路之处 随未看见 祂已堪固 祂要为我开道路 祂使我引导 令我靠近祂怀抱 爱和力量 爱和力量 日之帮助 祂要开道路 神要开道路 神要开道路 在旷野无路之处 在旷野无路之处 随未看见 祂已堪固 祂要为我开道路 祂使我引导 令我靠近祂怀抱 爱和力量 日之帮助 祂要开道路 祂要开道路 在旷野里 为我们开道路 祂必在旷野里 开道路 你多少人你相信的 高举的双手说主 我相信祂是那位开路的神 我相信祂在我的圣命里 作王掌权 作我相信祂 念我人生的道路 就在祂的手中 神要开道路 让我们再次站立起来 敬拜我们的神 神要开道路 在旷野无路之处 祂要开道路 最未看见 祂已堪固 祂要为我开道路 祂使我引导 令我靠近祂怀抱 爱和力量 日之帮助 祂要开道路 祂要开道路 主 我们坚重能在的面前 主要用这首诗歌 是我们的宣告说 主 你就是那位开道路的神 祂要为你的每一个儿女 开那同达的道路 不管是人生的道路 感情的道路 婚姻的道路 亲子的道路 财务的道路 各样的道路 我们都要说 我们是依靠你 与你一同行 阿们 与之不论我们在任何一个情况里 可能正在起飞的时刻 可能正在受苦的阶段 可能正在下沉 软弱之时 主 我们要说 我们都依靠你 你带领我们前行 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人生的道路 因为有你 主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 不一样的生命 因为有你 我们不止可以活得精彩 我们还可以成为周围的祝福 这是我们确信的 不管过去有多少失败的经历 错误的伤害 甚至是许多人口中的不可能 但主 你也告诉我们说 在人是不能 但在神里 凡事都能 主 重启我们的梦想 不管我们几岁 不管我们在什么的阶段里 我们相信 今天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信息 神 你是开路者 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赞美你耶稣 因此愿我主耶稣 祭乐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这种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要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一起大声地说 阿们 哈利路亚 开手给我们的神 宣告神的祝福美善 要向来请到 赞美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祝我们赞美你